蔬菜往垃圾桶里丢 这是一般餐厅 稀松平常的事 但在这些主厨眼里 却很心疼 英国甚至有一间 号称没有垃圾桶的餐厅 就连废弃物都能当宝 所有食材就连蔬果皮 都能拿来入菜 其他包括虾蟹的壳 也能成为调味料 而这些创意可不是 只为了减少废弃食材 就吸深口感 麦玛斯特可是戏出名门 更号称世界第一的 NOMA主厨师出同门 所以美味依然是 厨师的优先考量 特质的纯白色冰淇淋 酸甜中但有微微的酒香 就是用西方人不太熟悉 但亚洲人很常见的甜酒酿 在这家餐厅里 把甜酒酿做成冰淇淋的创意 还带了点传奇性色彩 这就是买鸡 买鸡从巴默到一旁游船 在一旁游船 我在泰国 这船游船 我当做的事 它在淋淋的酒 进泰国 在一旁游船 所以说是 预设的食物系统 其实是一旁游船 在卖马斯特的观念里 没有坏掉的食材 同样也没有应该丢弃的废弃物 临时摧片的包装袋 可以做成五彩斑斓的桌子 餐厅里喝完的红酒瓶 也摇身一变 成为食用的材料 像这样的减碳概念 也出现在伦敦 大巴小小的餐厅里 主厨一再强调 要让民众 在可以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享受低碳饮食 瑞典这间餐厅 则是利用供应商 淘汰的食材 来决定每一天的菜单 本来可能会被丢弃的丑树果 或是临近赏味其限的食材 在这对米其林 新级餐厅主厨不期的 创意发想下 当天直接成为 餐盘里的美味料理 我们想要不容易 放下食物 它需要更加价 当然我们想要改变 但是我们不是政治人士 我们没有想到如何 我们只要做这个 我们做这个例子 简碳是目标 但享受美食 不应该有制造碳足迹的罪恶感 这种从食材着手的环保美食 很快就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精致的料理并不需要在食材当中 挑挑减减造成大量的浪费 不必在环保还有美味当中做选择 永续也可以成为一种奢华的享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